所以我們剛剛介紹的記憶體 所以你可能要從記憶體裡面 組一個資料就是肉 或者你怎樣寫一個東西到記憶體 Storm 或者是 然後再來我們要介紹第二個眼鏡 就是所謂的化妻生物 化妻生物 但有時候我們也叫做是 KL Q Arismatic Logic 通常我們就是會這樣 我們會只有叫 Project 因為Project 通常我們只是整個而已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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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像 微組武器 我們叫做Micro-Project Project 所以 所以 它作為主單利用的是 Project 所以 KLU 跟 這個 這個 好 這個 好 那這個東西在幹嘛 就是在做 加統還有 邏輯 印算 那加統 邏輯印算 它從哪裡拿資料 從這個 RX 顯化 這邊 有 講說它有一些 暫時存放 資料的地方 你看 所以 像我們這一個 LC3 這個電腦 你要做加減成 或做印算 它一定要把裡面的資料 先放到這裡面來 然後它的加減跟邏輯印算 它是從這邊的RX 去把資料拿出來 然後做出來的結果 再把它放回這裡 所以 比如說這裡 我們 假設 我們這邊有八個RX 有八個RX 那我現在做加法 那我就把 比如說 我可以把 被加減 放到 RX 第一個記錄器 然後把加減 放到第二個記錄器 然後我就叫它說 誒 這個 這個 我們的control unit 就叫DLU 就是說 全力把第一個記錄器 跟第二個記錄器的結果 裡面的東西 加起來 然後把結果放在第三個交流器 好 好 那這時候 可以有一個 按照 control unit 的指示 好 第一個記錄器的內容 跟第二個記錄器的內容 加起來 結果把它放在第三個記錄器 它就做這個動作 好 那所以你說 誒 那這樣很奇怪啊 那這個記錄器裡面的值 從哪裡啊 是從memor 我們說我們的資料 跟層次 是不是都放在那邊 對不對 那你怎麼樣把memor裡面的那個 那樣 配加速 放到這邊的register裡來 我們是不是有 漏的 剛剛我漏的這個 這個指令 對不對 那漏的指令 叫做什麼東西 有全力把記錄體101 裡面的內容 然後 把它讀到 第一個記錄器 所以你在做加法之前 你要先做一些肉的東西 肉的東西 所以 就前面有兩個指令 請你把101裡面的內容 讀到 第一個register 然後請你把102裡面的內容 讀到第二個register 這樣就兩個 兩個指令 然後第三個指令 就是說 請你把第一個記錄器 這第二個記錄器裡面的一種加減案 結果放到第三個記錄器 這樣就三個指令 你看 然後假如說 你要把加減案的結果 放到記憶體103的位置 這時候你要再加減案 用Store的動作 Store的這個指令 請你把紀錄器3的內容 寫到記憶體103的位置 所以你看 你現在就可以做這個動作 做這個 你看 好 比如說我現在要把 比如說我現在第一舉 你看 我這邊是1.1 我們 我們就不要再用0.4 1.1 1.2 1.2 比如說我這裡面放的是 18 那我現在希望把48跟32加減 那我現在希望把48跟32加減 假設那部分是留進去 我希望把48 我們就一個敗 對不對 48跟32加減 我希望他把這兩個加減 然後結果放到103這個位置 那我就怎麼樣 我基本上就這樣 就要寫四個指令 寫一個層次 他就發完四個指令 第一個指令 第一個指令 肉紋 然後101 然後把它放到 第一個位置 真正的格式不是這樣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這個格式 那這個基本上意思大概就是這樣 前面把101這個位置裡面的內容 讀到R1 第一個根就是整個 那所以當這個指標做完了以後 R1裡面放什麼 就是48 對不對 48正當內容 就會放到R1 好 然後第二個指標你再選 R1 GF2 好 所以假如我們現在 這個是Memory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ALT 好 然後這個 是我們的真正執行 加卷還有油B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的R1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的R1 那這時候 我做完第一個指標 這裡就放四毛 然後再 在我電腦指標第二個指標 這裡就放三 好 然後你再來第三個指標 把R1跟R2加起來 結果放到R3 這樣 好 那這時候它就會 電腦一直是這個指標完了以後 它就會轉 好 這兩個加起來 所以它就變成A 8加2 10 10 指標第二個指標 然後四個三角 就變成A 好 然後做完了 R3裡面就放 就變成A 那這時候你在STORE R3 放到A 這樣 那之前我第四個指標以後 在裡面做 所以你可以做這個 看 聽到嗎 所以你要叫電腦做一些工作 基本上就是這樣 它提供的那一指標 比如說用那一指標 把它做出來 你要做的動作 把它做出來 聽到嗎 那你不能利用它 沒有提供的指標 可是我根本沒有提供應該什麼 然後 你一邊寫的一個指標 是上面提供的 正常就會靠著 它以後我靠著 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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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能力耶,對不對 大家都很喜歡跟他講話 然後他講的話是多心 多一點的話,因為他只能講 好,他喜歡講的就沒有提前 那你只要很少講 一天也不見人家講說,講一句話 啊,習字如今 好,習字就是我們沒有習字 這個習字如今 哇,一個字,一個不可能真出口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給人,哇,是不是也講不到幾句話 所以你每次講,都是很刺 都很刺人的,你也不知道 所以你就比較沒有 他寫成字的 你聽到你寫 哇,你就自然 哇,那個 這個,一個 一個動作交給你,馬上你就寫出來 好,很快 那我們是自然風來有些東西 誒,導致啊,這東西啊 為什麼你一拼啊,就寫出那麼多出來 那我說,我也不知道啊 對不對 就跟各位,你看你在練習器 高中的練習器 對不對 一定會有人問你 你奇怪,為什麼你講得出來 我講得出來 對不對 你也不知道啊 那很奇怪啊 我看到這個題目,我就是會做啊 對不對 那你就是不會做啊 那怪誰呢 對不對 你別人怪啦 那可能那個會做的人 練習恩練 好,那自然就熟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各位,你們今天做一篇摩托 你別人一篇摩托 就一個 老婆婆 賣牛的嘛 對不對 然後那個油哦 倒這個油 哦,它就可以 一個,一個,一個 瓶子,那個洞那麼小 它都不會 去,去把油漏出來 那為什麼 你每天都在賣 每天都在倒 好 今天是到 這個蘋果 距離一公分倒油 對不對 過了一個月 可能它就離五公分倒油 再,再過一年 它可能就距離十公分倒油 對不對 再可能如果過了五年以外 它就沒五公尺以外倒油 好 這個東西可以 好 那就是練習 好 好 那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好 所以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ALU 或者一個 V 所以它有一些 你看 有些我們叫做 Functional Units 就你能做什麼事 好 所以它可以做 加 對不對 然後可以做 N 可以做N 所以相當於說 這裡面要有一個 N 都能做加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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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字在那邊 所以你只要做加 那個 然後你要有一個 裝置做 N的 所以相當於 在ALU裡面 這裡有一塊 是AD 這裡有一塊 是AMP 這裡有一塊 是NOT 等等之類 好 它事實上 它不是這麼嚴格 一個劃分 說這邊是AD 這邊是NP 因為有一些東西 是大家很夠用 好 所以我這個 做AD的動作 跟AD的動作 有一部分 是可以動作 但是 基本上 關鍵上 你可以把這個 ALU很想像 有一塊 是做ADD的動作 還有一個 電子電路 是做ADD的動作 還有一個 電子電路 是做NOT的動作 是做NOT的動作 所以說什麼時候 要ADD動作 什麼時候要ANP動作 什麼時候要NOT動作 什麼時候要NOT動作 來告訴他 喔 現在ADD要動作 那ADD跟NOT需要動作 那等一下 喔 NOT要動作 所以ADD跟ANP不要動作 那就是我們可以 這個 國語 下一張 等一下我們會去想 好 然後呢 你要 要做這個動作 資料哪裡來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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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們這一個 NLC3這個 模型電腦 它總共有八個 喔 在這個 Tampery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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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暫時的 喔 暫時 好 是這個 好 所以我們這邊 喔 這裡 是一些 這個要做ADD ANP動作 的 資料哪裡來 我們這邊放 好 做完的結果 放到哪裡 放到這裡 好 好 這個我們要去 然後再來 這個Megad Regist 有多少 就是要拖一塊 原則 這個Megad Regist 是 八個bit 我們就說 它的Word size 是八個bit 那如果我們 LLC3的話 它每一個 每一個 16個bit 那 它的Memory Memory 假的 假的 我們在Memory 是一個 5個 那 因為它LLC3 它是16個bit 所以它一個整數 它一個整數啊 就可以 有16個bit 所以你只要放在Memory 你就是放在Memory 所以它在讀的話 它會讀 好 剛剛說 Memory 一個整數 進來的話 它就會讀 比如說 你這個整數 是放在1.4 1.5 它就會把 這16個bit 讀進來 放在其中 什麼 比如說 10萬 好 因為它每個bit 所以我們在做 運算的時候 16個bit 這個 好 好 好 這個我們叫 就是這裡面的 每一個bit 每一個bit 這個bit 好 好 那這個是我們的 ALU 再來是 Input 這個我們會 通常我們 這裡講 會比較少 因為 IO 這個 非常非常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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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是什麼 就是說 跟這個 每一個 年間 有很大的關係 比如說 你現在要做 帽子 跟帽子聯絡 跟你現在 跟 printl 聯絡 非常不一樣 好 因為他們的 信號的 播放方式 還有 他的 控制線 他的工作研究 差不多 所以在台灣 很 很 很少 轉格中 IO 之間的 我們叫 trile 然後 你們會叫做trile 就每一個 IO 他們都需要一個 trile 所以今天你講 去買了一個 trazer 你另外裝trile 是嗎 你不能說 我trazer 一買來 他要上電腦 對不對 然後就開始可以驗動 你驗不出來 你一定要去網路 上面去抓trile 或者他給你 一個直接電腦 或者光點 裡面放 這個分配的trile 準備 你要把trile 抓完以後 你再跟你 用那個電腦 這樣那個trile 好 那這個trile 基本上 就是 電腦 跟trile 之間的 播放存放 他們之間要靠trile 去播放 好 好 不過不管怎麼樣 也是一樣 音波跟奧波 都有NAR 都一樣 有NAR跟NAR 為什麼有些NAR跟NAR 那基本上是這樣 你看喔 我這個音波跟奧波 我會把它當作 是 是 一間起司 所以我現在送資料 從分的音波來 我一樣要給他一個問題 只是這個位子 可不可以來回憶 這樣子 所以一樣還有NAR 那我 那我 我這個 我這個 電腦系統才知道說 你現在是要從 滾走 營出來 還是從這個 螢光屋 營出來 還是要把它 寫到這一個 這個 硬碟上面去 好 所以每一個公司 也是一樣 要有一個位子 來靠這個位子 跟電視說 你是一台 是個螢光嗎 還是一台 右表姬 還是一個 那個 一台 硬碟 那一樣是不是有NAR NAR的話 就是 你到底要寫 寫的內容就好 對不對 是一樣 那我們要跟 比如說你現在要跟 一台右表姬 這一點 這一台是整體 這一台是整體 那我一樣 這邊有一個NAR 這邊有一個NAR 那這個NAR NAR在哪裡 在那一塊 界面上面 Printer那邊 有一塊界面 就是在那個界面 不是在Printer那邊 是在那個界面 你就Printer拉鍵 拉到這場屁股後面之外 有一個擺 在那個一塊擺 好 所以你現在 又送一個字 要從Printer列出來 那Printer的位子 就是Printer 120 位子 然後你現在要 列出一個字 抹出來 48 那你就要把120 送到這邊 然後呢 把48 送到這邊 好 然後呢 你在送一個 控制信號 所以你現在 送一個信號 Right 那這時候 他們就有 48 48 同樣 跟 事實上 IRO 事實上就相當的 一個妹妹 你可以讀 可以寫 是吧 只是他在控制 裡面 好 好 所以 但是我們的NAR 跟NDR 我們不叫做NDR 因為NDR 是MEMO 對不對 我們不叫做這個 KBSR 或者CRTBSR 就看 你的這個 輸出跟輸出 是什麼裝置 有這個 KBSR 就是P4 KB 前面的KB 就是K4 所以我們現在 K4 它是不是也有 KBDR 然後KBSR 它 而且它除了有 這一個 這一個 位置以外 它還需要 有一個叫State 的 那這跟Memory 不一樣 通常Memory 不需要State 的 什麼叫State 的 狀態 狀態 進行 那為什麼我們 像我們的K4 或者我們的 這個 螢光布 是要這個State 的 因為 螢光布 或者是K4 或者是Printer 它的速度跟電腦的速度 差別 它 或者說Printer 印一個字出來 也很需要 比如說 0.01秒 印一個字出來 但是0.01秒 是非常難講 0.01秒 是一個千文字出來 對不對 你0.01秒 印一個字出來 那我0.01秒 那我0.01秒 對我的 這個Control Unit來講的話 我可以執行 主案證主令 所以通常我們會怎樣 我們會 叫電腦說 你送一個字 從Printer印完 然後你就不要去管 這個Printer 你是做什麼事 然後等到Printer 印完那個字以後 再通知你 電腦 那你會送下一個字 它的基本觀念是這樣 當然還有很多很多 這個讓它叫出的 炒出的基本的精神 那所以 比如說我現在 這個是Printer 然後我這邊 有所謂的 Printer Printer 然後這邊有 Pr Data 然後還有 Printer 那我現在 從電腦裡面 給它送一個 字體資料 4.8 在運出來 那在送4.8 之前 我去檢查 我去檢查 這個Printer 去檢查 這個Printer 現在 是不是 不防線 他就要說 他現在有空 我一檢查 他這邊有空 我來把4.8 然後 我就把4.8 然後 當我把4.8 給它的時候 我就要在這邊 設它為防線 所以 假設連分的 然後 它是防線 假設一看的 它是有空 那我覺得 欸 這段是一的時候 那個它有空 然後我就把4.8 4.8 然後我要把它 變成它是防線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等一下我要 在送片段 下舉例來給它 然後去檢查 它是不是驗文 好 然後 這個Printer 他會去讓它 速度去驗 速度很霸 那 它把它放4.8 一時來以後 這個Printer 會把這個臉 改進去 那我這個電腦呢 就一直可以說 在這邊 一 自一為止 我才會送他們 蝦筆去 比這蝦筆去 5.6 然後當我 送蝦筆去到5.6 的時候 我又把这边改在这边 然后呢这个Planter就把 这个用那个数字去印56这个字 等到印完了以后我做Planter 160改 那当我电脑呢就像到这里一字一文就知道 电脑就说56那已经变了 所以我再用下一个字 比如说AM20 然后再把这个设计 这个就是我们叫State的文章 就是我一定要等到Planter有空 可以送下一个字 对不对 或者比如说他现在没空 他现在正在印20 20可能刚刚开始都还没印 结果呢 假如没有这个State的文章 所以电脑就送下一个字 比如说28 糟糕就不能等就过 对不对 如果2元那个印20完 你不知道是我就没关 没有啊 有人讲的印20完都没有 所以你一定要等到他 就是有空 电脑才会送下一个字 那我们记忆体呢 通常我就做这个 所以记忆体的速度跟电脑的速度 虽然还是比较BUN 但是没有像 Planter那种BUN的东西 Planter基本上是机械装置 你印出来的东西是机械 就是机械的东西 不能 你是用Turtle 不是用那个打电机这样 它基本上是机械的 那机械的动作 那机械的动作通常是电脑的动作 BUN 很多很容易 不是用10倍装置 等于1000倍 都1000倍 或是1000倍 所以我们就希望它用这种东西 那只要Memory它不用这样 Memory是说 诶我知道 我的那个 Planter unit跟Memory之间 比如相差 这个5倍 那我就等 固定等5倍的时间 我再去装这种 所以它的一个 时间都会出来 它跟这种就不一样 而且还有 你等水等用久 可能它是用久 所以可能 刚开始是 0.01秒 一定跟着做 用久以后 真的0.01 好 那这样都没关系 因为你 你假如是0.02秒 一块一块 它0.02 就会才会有点 那我这场东西 公车这里 我们就算下一个 所以它直接的统度 就不会出力 但是Memory就不行了 Memory它是用算 比如说我第一 二五倍 就会在 如果是算 0.05秒以后 就在关系 但是假如你现在 Memory变化 变得0.08 就是说 不好意思 你现在就换你 你这样的 电子挡掉 所以你可能 要换你 所以市场有在Memory 所以 就会是 这个影响 好 那 假如说IO的话 通常我们不会 速度变化 没关系 因为它是 给你完那个 对的 只有你 你换你完了 我才撞掉 所以其实你这个 print 从原来 0.01秒 变成100秒 才换你一个 也没关系 好 那就是等 等到你100秒以后 一个自己之后 还有发现 一个自己 可能会出售 整个系统变化 对不对 你还一定会文件 一分钟就进去了 这时候要运动 好 这就能够 这样OK吗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所谓的 Stated 所以在IO就会做出一个这样的Stated 就让我做成 好 所以 我们的keyboard 就会有 keyboard Stated keyboard Stated 就是打了一个字 这个字 线钻子有在keyboard 好 然后假如我们的 云光空 我们也是一样 CRT CRT就是阴体射线 好 那 这个就是 这个很旧的 都 家里 可能现在还有 就是电视 一台大大很重 那叫CRT 是 硬体射向管的电视 那现在很多家里 包括我们的家都会灌着 这个核心 好 硬变薄盆 那个就不是用CRT的东西 好 CRT是用那个电子树 电子枪 放在哪里 好 但是因为这个大家都还是习惯 这个小 自己装置 这个小 这个现在事实上 你都会装置 这个小 好 所以讲的是 银钻木具有一个 电池组 因为你要把 你要 塑布 在那个花费上面的字 要短时间放在那个 电池组 对 然后呢 那你要有一个 标准 哦 所以我已经 第一个字 送出去的时候 我现在可以用 第二个字 好 所以以后在我们再 解IO的程式 这个 这个瑞典组 你一定要去检查到 这个瑞典组 你也 告诉你说 他已经有空 可以用下来 好 所以这个程式怎么设计 我们都会走 好所以你不要 不需要走 你现在只要知道说 他这里面有 这样子 我们就会走 好 好 有一些 这个输入输出的装置 是 他只能做输出 或者只能做输出 像keyboard keyboard只能做输出 对不对 还有像那个银钻木 他只能做输出 但是有一些 装置是他可以做输出的 像比如说那个 硬碟对不对 硬碟他可以做输出的 好 所以呢 在这一种装置的 就是你同时可以让他 接受 瑞典的信号 好 后来就是我们介绍 control unit control unit 那这里面用了一个 这个非常好是 叫orchest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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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交响乐团 对不对 好 orchestra 就是 指挥交响乐团 就是那个指 那个指挥 指挥的动作 叫orchestra 所以这个是用的 非常深重 对不对 你看你这个control unit 就是要 你把这个 其他的 memory 或者I.O 或者是 L.U 看着要 有越是把他想与起的 越是卡与起的 对不对 然后一个可能是推 那个 签号 好 他有一个像 茂果 茂果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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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他很生气 我这个 我把你只能复生 然后这个orchestra 还想去到你那里 你早去看 你就知道我在教育 好 所以你看 那orchestra 这个人就是 很容易 可以做orchestra 那他固责去保持 越 每一个人 什么时候应该吹什么 你们看到越来越指挥 他手一样 对不对 他干嘛 遇到 某一个人 哎 开始吹 对不对 好 这个手 他告诉你那个 那个声音小一点 等等之类的 所以声音用control unit 就在这里 他告诉你 这个 其他的 什么时候 别人做 什么动作 那他靠哪 靠就产生 一大堆的 控制器 好 那这个control unit 里面有两个 很重要的 基础器 一个叫p10 一个叫rmk pc 不是你 桌子上的那个pc 你桌子上的一个pc 它是 personal computer的说法 对不对 所以前面两个都是pc 那我们这个pc 是program content program content 也就是 也就是 沉湿 寄属 寄属群 寄属群 就叫寄属群 12284 那为什么它叫 沉湿寄属群 它就会 提供一下 就是假如有诊心 是从1011之后 到到 202 那它指定分数 101也叫做102 比较说108 然后这个1010 那准备6 对不对 它就q 下一个指令 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它就是1011 变 就它102 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假如这样子 它要干嘛 要不就pc 那我这每一次都加益啊 干嘛还有一个 pc在这边做加益的动作 哎呀不是 这个是被诊家的诊息 好 那 你的那些诊字 步骤的话 你会 它会绕圈子 但是它会跳 比如说那第1个 首先1011做完 我可能要跳到 105 好 或者我可能105做完 然后再绕回去做105 我这101跟105做完 到10次 所以不准备的东西 就是美式教育 那等于这个以后 我们自然就是 看不到 所以你只能去控制 这个层次的 定做 完全去考虑 pc就记录说 下一次要扶行 这个时间在哪 所以假如是从101 要跳到105 那pc的101 这个时间 做完了以后 做完了以后 这个pc里面的列表就会放进去 所以你很自然的下一个组件 这个组件 好 所以这个pc是很重要的 它是控制整个层次的流行 现在做这个组件 下一次要做完这个组件 是记录在这个pc instructions 这个b 我是记录下一个要执行的指令的位置 所以我就可以自己来放这个 指令的这种实际 好它这个instruction register contains 目前 在执行的这个指令 放在这个 所以我现在要执行这个指令在这里 然后呢 我才说因为这些节目 对这些东西的 然后节目 看到问题 然后才知道这些 然后也会 别人做解释 就是完全 所以我们这一个 Curline instruction 做解释 这张课 对不起 好 所以我们ctrl 以为是做什么事 机械化的做出这些 第一个 把 椅刷检从memory的组件 那这椅刷检在哪里 它位置在哪里 在哪里 OK 所以就把 pc 指到了那个椅刷检 你刷检从没尾 读进来 好 那这个你刷检的指定在哪 这个位置在哪里 在pc 对不对 然后你把它读进来 读进来 放在哪里 放在哪里 好 所以在这边没有写 放在哪里 然后再来呢 去 interpret interpret上面解码 解释 interpret我们叫 解释啊 或者是翻译啊 对不对 哦 去翻译这个指令 才能知道这个指令要做什么事 然后做什么事 靠什么 去指挥 靠产生力道这些信号 generating signal 去产生 信号 好 那这些信号要干嘛 去 tell the other component 放在哪里 这些信号是 倒数 其他的 component memory 或者Io 或者ALE 好 去告诉这些component 它做 它做 好 这些controller signal 是告诉他们 你要做 比如我现在聊送一个 信号 加的信号到ALE 但是告诉ALE 你要做加 好 那至于说 你每一个controller 什么时候要做什么动作 就是靠这些sign 我这个时间 产生 加的sign 下一个时间 产生 store的sign 所以这些动作 它泄露 就靠这些sign 的泄露 好 一点点就是这些动作的泄露 但是这些动作要做什么 就靠这个sign 好 一个 加的sign 我们就叫做加 一个road的sign 代理说road 然后 store的sign 到这里做stored 所以要做什么动作 就靠这些事 这些动作 谁先做 谁后做 就靠这个sign 先后 才可以 所以 这个我们在 就叫做finance 背影器 就比如说这个动作 你要找到这个信号 下一个动作 你要找到这个 不管先 好 好 所以 一个人双钱 它可能需要很多 machines cycle 那 各位要注意 machines cycle 就是一刷新 cycle 一刷新 cycle 就准备一刷新 过完 的时间 那machines cycle 就是各位 你会买自己的电脑 我这份电脑 现在是 这个clock rate 是 512MB 你会注意到这个 好 好 这个 现在厂商都会告诉你 卡拉克瑞 变高一点 其实那个 不是这样 好 那个缺 那我们这边 我们的 蛤新 cycle 就是那个 卡拉克瑞 你买电脑 它 给你萃取 说呢 我这个电脑 卡拉克瑞 多少钱 这里呢 可先插一点 这个 那它是外 但是能 卡拉克瑞高的电脑 不见得 它是什么 你要真正看快 要看 一刷新 cycle 比如说我现在 一刷新 只是行一刷新 需要一刷 需要一刷 那是不是 在秒钟 我一秒钟 都已经成功了 但是你的 电脑呢 一个人刷新 cycle 就有电脑 这种代表 是一秒 可以做什么样子 所以是不是要看 你刷新 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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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是你今天 你讲话说 比如说你跟我讲说 诶 这个 我的这个 卡拉克瑞 是 我一秒钟 可以有 比如说一百个 卡拉克瑞 哪一 你一秒钟 可以一千个 卡拉克瑞 那这个人有电脑 可能因为说不定 你的一个 你刷新 需要 一百个 卡拉克瑞 那我这一个 这个电脑 我一边刷新 摘一个 我得比较 十个卡拉克瑞 所以不能太卡拉克 你那边看 不是卡拉克 好 但是通常电脑 麦电脑 不太会提供 成功的提供 你装 所以我们的 卸就漏出 这漏蟹 对不对 把那他 他这 推锡的东西 就漏到 好 这两个 记录器 好 他由这两个 进入去 PC 来 控制那个 消息的流程 好 IR 专门上 现在之间的这个指定 所以我由这个IR指定的 这个解码 就是产生 这个东西产生 各种不同的 signal 由这个signal的高度 其他的 电脑比较高度 它就有高度 好 他所说做 全部由这个signal 好 那所以 我们整个 instructing cycle 基本上 好 这是 工作是几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这个page instruction 什么样子 就我床面 有人去把 我这个 instructing 抓到位了 配置就抓 对不对 好 那这个instructing 在哪里 他会指的PC 对不对 所以他就把 PC指到了 那一个instructing 抓回来 抓回来 抓回来放在哪里 放到I-out 所以做第一步 就做这个问题 第二步呢 就是解码 这个就是controll 因为你 执行一个指令的过程 所以这个整个 在那里面 发现三个 第二步就是做解码 就产生各种做解码的工资性 第三个的是 你现在这个指令是要做加的工作 对不对 那加我是不是要把 倍加速在哪里 加速在哪里 把倍加速的位置算过来 把加速的位置算过来 然后 这时候 做这个位置 这个计算的工资 当我计算完了以后 我知道说倍加速在101 加速在102 的位置 下一步是要把这些 加速 就倍加速 101跟102 系列的位置 加速 101系列 就做这个 然后把倍加速跟加速 从那里 抓进来 抓进来放在哪里 放在REIT 这边的TN 然后 比较REIT 所以就做费工资 第四步就是 哦 这边做这样 对不对 把R1 REIT REIT 里面的 加起来 加起来放在哪里 放在REIT 好 最后一步呢 好 Store result 好算出来结果 放回去 好 好那整个是 这个我这个加的指定 好所以我现在是做一个指定而已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指定 这个每一步做都会做 有些指定呢 他可能做到这边 去做完 好 好 那有些指定呢 这六步全部都要做 所以这个不一定 但是呢 这个Ctrl Unit 他会经过这个结完 他就会知道 你这一个指定要做什么 全部都要做 所以有些指定坐在这边 他就会马上 跳到第一步 好 好 那也是指定那六步都做完 才会才容易 那可能就会有时候知道 因为他可能 非常适当的 可能就 这个信号 去控制这个指定 好 所以 我们 这个 这个 先休息一下 再来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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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